歡迎大家出場 就是我們促請任審處面對公眾的寄招 我們組織香港文學館和虛擲無嚴 聯同一些不同的出版社 文化團體一起發起一個聯署 希望可以撤回香港蒙收的任審結果的聯署聲明 經過了維持大概一個星期的聯署 我們也收集了超過二千多個簽名 以及十九個團體的聯署 我們藉著聯署可以回應和爭取到任審處 去公開對於今次村上春樹的申書 《辭職騎士團長被評為異及物額物》的一個任審的標準 因為如果這個標準這麼不云不霸和不清楚 對於日後我們的評論、閱讀和討論這些網友作品的自由 都會有很大的限制和打擊 也都很多謝各位傳聞朋友出席這個記招 現在我們就會交給不同的人士發言 首先就會是香港文學館的總策展人 和喜慈慧影總編輯鄧小華小姐發言 大家好 我是鄧小華 我是主要報告一下現在聯署的情況 直至今早聯署人數超過了2500人 聯署的團體有19個 基本上整個混合中 憑我們認得出和他們記錄出來的身份 大部份有很多的作家和讀者 所有傳媒朋友手上是有一份聯署的名單 你可以在裏面認出一些作家 譬如董啟章、潘國靈、陳慧 今天有來的卓韻之等等 都有相當多的作家聯署了 另外很大部份當然是讀者 讀過《川上春樹》的人 都會發現了這個不雅裁決是相當不合理的 另外就是其他藝術的範疇 包括電影、戲劇、藝術 我們今天都有請到這些不同範疇的人 一起來參與 因為一個作家的文學作品 被評為二級不雅 其實牽涉是很廣的 因為《川上春樹》的作品的改編和演繹很多 也有教育界 包括大專和中學的老師都有 傳媒界、出版界 也都引動到一些做時事評論 和相當多的議員參與 因為這是一個大眾的事 是一個讀者等等市民的事 不是只是文學界的事 而在這個過程裏 我特別想提到的是 台灣的作家都有參與 他們都感受到 因為《川上春樹》這本書 是由台灣的出版社出版 所以這不是一個純粹只是香港管土的地方 的事情 也是一個亞洲區的事件 這個2,500人的聯絕數字 雖然不算很大眾的數字 但我們會說 其實裡面是有一個 critical mass 它是值得被重視 有很多不同界別的 stakeholders 還有很多各界別裡面 其實都是資深和得高望重的人 都覺得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 我們也請到他們來 今天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待一會訪問他們的看法 我們提出的 其實我們這個聯署裡面提出的角度 基本上是一個文學藝術的角度 所以我們是要求他們 大家可以有個聯署的時候 看到我們的四項要求 一個就是他需要向公眾交代 公開相關審裁過程的理據和細節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 它的重要性 我們待會兒會仔細說 第二就是希望他撤回一個不雅的裁決 這件事上面我們經過我們和很多傳媒朋友 一路的調查 就是說 任審處是不會主動要求撤回這個不雅的裁決的 而能夠為這個不雅裁決提出上訴的 只有這個行政決定的受害人 其實要出版社去提出 然後這個出版社是一個不是本地的出版社 我們不知道溝通是怎樣 然後我們要求他用更客觀和更合乎 無常識的角度去對待文字及藝術作品 這方面就是我們有個可以補充的位置 就是說其實它是文學藝術價值 其實是一個上訴理由來的 但這個上訴在這次的情況下就沒有發生 而為何沒有發生呢 因為我們不是受害人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不知道這樣 然後我們是必須要捍衛這個言論及創作自由 這一點是什麼呢 我們接下來會仔細說的 剛才說就是為何我們說它的評級細節是不清楚呢 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家看到刺殺騎士團長 是上下兩卷七百多頁 七百多頁其實它裏面提到有關性的情節大概是八九處 就是加上的編輯其實大概是低於三十頁 然後我們到現在都是不知道哪一部分是撇判不雅的 那麼我們虛似無形作為一個文學雜誌評論的平台 那麼我們怎樣去做這一本書的評論呢 就是因為如果引述那個不雅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是會犯罪的 所以我們都去向這個淫審處和電影報刊辦 多次要求他們提出究竟是哪部分不雅 讓我們可以不要犯法 那麼Bitch呢 直到現在都是沒有一個正式的回應的 要是電影報刊辦就叫我們去找淫審處 淫審處就叫我們去找電影報刊辦 即是不停來回人球這樣踢的 所以就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就覺得這個淫審評級的細則如果不公開 它基本上是影響到這一本文學作品 將會得到的評論和討論 即是換言之它影響了我們言論自由 它應該要公開的 否則這本書的評論是做不到的了 亦都對一個文學作品來說 你沒有辦法做它的評論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影響它很大的 而我們在文學評論裏面 假設大家想像就是我要提出 如果我要分析一個人物之間的關係 很可能就要舉它們一個性交場面來做評論 因為那些情況是 即是它不是 它是情節和主題的表達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研究那些部分就會被人說不雅的話 這個問題就是影響了真是學術的討論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有人 即是台灣的時報 可以公開這個判決細則 讓我們知道可以怎樣做 這個就是實際層面 我們希望任審處 尤其希望任審處 它必須要說到究竟在哪部分不雅 不要讓市民和傳媒和文學界無所適從 這個是重點 另外一方面就是 當然我們要重新一個自由的立場 因為其實我們 譬如好像一位現代主義的學者 很出名的學者叫葉維廉 他在我們Facebook上有留言 他曾經以為香港是世界上最開放自由的地方 為何會發生這件事 他很傷心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這個作品 以我們文學評論的角度來說 他在村上春樹歷來的作品來說 他的程式的腦骨程度 並不是特別嚴重 他在古往今來 無論是古代的作品 還是現代西方的作品 還是古代中國的作品 相比其實也不算特別激進 如果這本書會被人評為不雅的話 那是會引起軒然大波 因為好像差不多整個書店 大部份書要包膠的了 就是一個藝術書店裏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相當大的影響 雖然說包了膠未必影響他的生意 但是在別人的角度來說 香港就是一個大驚小怪的城市 就是一個文化水平 他不是站在一個嚴肅文化水平 去審視出版自由的一個城市 這件事我們覺得是很恥辱的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會覺得 大家想像一下 有些嚴肅的作品 只是因為它涉及一些聲描石 而被人定義為這些東西 是不可以讓未成年看的 其實在亞洲區很多城市都不是這樣 以前香港尤其不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看黃子華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我們見過香港黃金時代 開放的時候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有責任捍衛這個城市的 一個自由和開放的一個這樣的特質 所以我們就做這個這樣的記者招在會 希望將這一份的要求 可以向公眾提出 好 我這方面的報告和發言 大概就到這部分 等一會兒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補充問 接下來會請私人洪曉嫻小姐發言 大家好 我是洪曉嫻 今天就著淫嬸這件事 我主要講三件事 第一個是關於淫嬸的裁決 他要去判定有哪些書 是不可以讓18歲以下的青年讀 這個問題 我就會覺得如果是洪曉章說這本書 是否因為牽涉到性愛的描寫 而不可以讓青年讀的話 我就會很想知道青年可以讀什麼書 譬如是在我讀書的年代 《八仙庸》的《幼兒驚王》是貨文的內容 他又不是有性描寫的 又或者是譬如《馬丹亭》 《紅樓夢》等等的古典文行作品 是否這些包括教科書裡面的作品 都需要報告呢 都不應該讓18歲以下的人看呢 到底我們的青年可以讀什麼書 或者在淫嬸的標準裡面 我們的青年是不是就是一張純潔的白字 他不應該接觸任何和性愛描寫有關的網上作品 第二個就是關乎機制的問題 而香港的淫審條例裡面 淫審處是不能主動去評級一些作品的 所以可能是有投訴 又或者是電影及保刊辦的送檢 又或者是出版人自己去把那個作品送檢 才可以評級 那這個情況就很有趣了 因為在2008年 我翻查我紀錄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堆市民 他們是有檢舉過 投訴過格林童話、聖經、金平梅 山士比亞等等的作品 當時在新聞部對面應該是有2000多個投訴 而當時影視處是拒絕把這些作品送檢 那到底送檢和不送檢 它的原則在哪裡呢 什麼作品會送檢 什麼作品不送檢呢 為什麼山士比亞就不是任時及不雅 但是春上春雪是呢 到這方面呢 我們其實是沒有一個非常確切的規定 那也就是說 到底淫審處理會覺得 什麼書是可以給18歲以下的人看的 這個前設其實是很浮動的 而且呢 因為現在的淫審條例裡面 它的程序上面是 每一次評級是隨機抽樣 兩個評審員進行這個評審的工作 也就是說 其實是絕對有機會出現 不同的評委會出現不同的評級 就是說如果我抽到一個保守一點的評委 它就會是一個保守一點的評級 而開放一點的評審的話 各評級就會有不同 所以這個規定其實是很浮動 而且很不專業的 那 第三呢 就是 然後我查問過一些淫審的委員 他們就說其實評審的標準呢 一個最大的指標就是 這些物品會不會影響兒童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個家長 那我就會想 到底文學作品怎麼影響兒童呢 又或者是 有性愛描寫的作品 是否真的會影響到兒童這件事呢 第一就是 其實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嗯 就是 你是一本禁書 對於青少年 或者對於兒童來說 它是更加有吸引力的 因為這個東西不可以看的 所以它一定是會更加想去看 所以本身這個禁紙 就已經是 因為很無效的禁紙 它們可以在不同的途徑裡面得到 如果不是 就是你去中學 你去問那些學生 難道他們真的完全沒有看過色情的東西 色情的網頁 色情的資訊 不可能的嘛 更何況是 就是禁書 在文學作品上面的禁書 第二就是 如果好像 《村上春樹》這樣的書 就是它兩本大寶頭的作品 如果我真的有學生 或者有小朋友 他為了要得到色情的寬如 要去看這些作品 我覺得也算是非常可嘉的一個行為 就是它看完全部的東西 然後得到一個星的愉快 一百頁 是的 一本都已經三百頁 只有十幾頁的聖苗社 它只是揭 都要揭一萬 我覺得這些學生 我們真的應該培養它 為什麼是禁止它呢 那最後就是 我覺得這個也牽涉到整個香港 對於性教育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麼害怕 就是現在是 民性色變 就是看到少許肉體 看到少許性內的病 所以真的很驚慌 其實我們要問回 如果我們要拍 就是我們是所謂的保護兒童 或者我們怎樣 不要被這些色情的東西影響兒童 其實我們更加要問回 就是香港的性教育 其實做了什麼 就是我們要更保護兒童 但是我們在性教育方面 其實是這麼貴乏 就是我們有沒有真的 就是除了這麼絕之外 我們有沒有是教導我們的下一代 一個健康的性知識 或者我們怎樣去處理自己身體 自己慾望的問題 而文學童話 其實正正就是 在藏品裡面 他們那些性的描寫 其實也都包括了 他怎樣安放我們慾望的問題 這些其實都是現在 就是性教育很缺乏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現在林審這個 他將穿上春樹評為筆 是一個非常荒謬的決定 多謝洪宇恬小姐的發言 我們現在就會交給陳志全議員發言 多謝大家 多謝這麼多傳媒關注這個議題 也多謝這麼多文化界的朋友 挺身而出 我們希望可以撥亂反正 我想大家當初聽到 老村上春樹先生的刺激 其實事團長被評為筆雅 都會覺得是很荒謬 覺得是違反常理 覺得是一個國際的笑話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災難 對於文學界是一個災難 近年香港出現一些 好像反道德主義的情況 好像早前 有些牽涉到姓小眾議題的兒童書 都被閉架 這次一部很出名的小說 又被評為筆雅 外國很多傳媒就問 香港是否改變了 是否倒退 為什麼好像越來越保守 其實都不單止是保守 是沒有準則 是完全沒有準則 到底一個色情小說 和一個文學作品的分野是什麼 在近千頁的小說裡面 是否只要有幾百字 去描述一些性愛的場面 就會定性為北雅 甚至是淫蝕呢 而是不看整本小說的主題 他想宣揚主子的理念是什麼 我很擔心有一天 紅樓夢又要包交 又要包交 雖然我小時候看紅樓夢 都是專家的來看 都很少的 很少 都不是太多 保育那些初始云語那些 那譬如如果有人投訴 我真的怕牽涉譬 譬如同志題材的葉子 可能有一天 又被審查處定為北雅 又要包交 又要做一些警告字眼 我第一希望淫審處盡快去交代 整個裁決的理據和細節 至少我們民間可以有討論 可以深化討論 可以知道方法究竟 可以出在哪個地方 當然最好是撤回這個裁決 即是叫解禁 解禁 我看了很多評論 其實這一個星期來 有些朋友就說 要為色情 又為淫捨不打去定義 重新檢視這個淫審條例 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淫審條例 在2008年開始展開諮詢 2012年完成 2013年出了諮詢報告 2015年行政會議都出了文件 就是說建議一些事情 但到今天其實都沒有做 當然他做了 對於我們這次的事 也未必有很大的幫助 譬如他裡面的建議 包括 將審裁處每次聆訊的審裁委員人 雖然最少兩名 增至四名 以提高審裁處的代表性 以及將審裁委員的總人數 由500人增加到1500人 即是令那個Pool去大些 不過我覺得這個可以令到審裁員 能夠反映到社會上 不同的價值的機會會大些 另外其實曾經有人建議 要為淫審及北亞去做一個定義 諮詢結果就是當時是莫沖一事 以及如果要做這個定義很困難 他覺得其他的司法管理區 都沒有去寫很仔細地為淫審 做一個定義 另外一個建議就是 可不可以訂一些指引 一些業務守則 政府當時的立場 都是考慮到司法機構認為 政府不適宜為審裁處 制定一套行政指引或者標準 以免干預司法獨立 這個基本原則 但我覺得 如果是定一套指引去教法官 去怎樣做事 一向司法機構都是不想這麼做的 但是我覺得 譬如在任審條例裡面 尤其是針對文學作品 尤其針對一些古今中學的文學作品 是不是應該看其他司法管理區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香港會特別 人家在台灣沒有事 在日本沒有事 為什麼我們香港特別會將它定性為北亞呢 審裁處去作這個裁決的時候 是否需要去參考其他司法管理區 如果那部書不是香港原創 而是古今中外 都有不同的地方在立通的時候 這是什麼重要因素呢 如果有參考這件事 我相信就不會鬧出 像這些國際笑話 當然商務局經濟發展局 都是習慕旁大 為什麼這個諮詢 完了有修訂的建議 但是也好像沒有做過 現在大家再叫做檢討條例 可能又是檢討又十年 都未對應到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未來可能越來越多書 被人去檢舉 要求任審處去作出裁決 你問我呢 就是我自己覺得 大原則 針對文學作品 應該是寬鬆的 但是現在反過來就好像 寧妄無縱 有殺錯無放過 即是 即是馬上表態 好像怕事一樣 去下刀先 到時如果有上訴 再解禁就後話 其實這個 都不是一個健康的情況 我希望任審處盡快 可以交代更多的詳情 以及民間社會 都應該將我們究竟 現在任審處拿著那句說話 有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 普遍接受的道德理教標準 究竟是什麼 在村上宣說這個案件 我沒有聽到有人出來說 判得對 判得好 這本書庫又不悔到 應該將它包交代 這已經不是我們一般社會 合理社會人士普遍認為的道德標準 謝謝 多謝陳志全議的發言 我們現在有請 帶我去同文的總幹事 梁兆輝先收發言 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首先多謝民外界 今次邀請 一些城小中的團體 參與今次聯署 我想最近 不約而同發生了幾件事件 都令人很憂慮 大家憂慮的是 到底香港 是否成為了 一個由道德塔利班 來統治的城市 還有是否由一個清教徒 來到華視的社會 剛才剛剛也提過 因為最近 有另一件事件 我想大概是一個月之前 就是公共圖書館的 童書閉架事件 當時 我想本地的一些 性小組的團體 包括大學同盟 就是Niche 發起了一個聯署 也同時間 邀請了文化界 很多出版的朋友 一起組成了一個 叫做多元閱讀聯合陣線 我一起抗議 今次康民署 和高官圖書館的 童書閉架事件 而今次就調回 南陣文化界 邀請聖小仲的團體 去參加今次 任審處 抗議的聯署 因為我們真的覺得 其實兩件事件 不可以當作單一事件 來看待 也不應該只是個別 某些界別 關心的事件 因為我們真的相信 只要你是香港人 只要你是關心香港的出版 和言論自由 以及相信 應該要維護香港的資訊 流通的話 都應該要著緊 和非常之憂慮 就是這兩件事件 以及以往 正常提到的 任審處 其實任審處 也曾經多次 向一些同志的毒物 甚至是LGBT的活動 以及展覽 開刀 已經是遭人救病多年 而今次 我想這麼多人 這麼大的反應 原因就是 你居然向村上春樹開刀 一位文學巨像 以及一位多齊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的一位得主 你都可以評為 這個二級不雅 和這個龍 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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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可以將 村上春樹的毒物 和龍虎跑 評為同一個級別 真是很可怕的 這件事件 所以真的成為了 國際的笑柄 和宜宵大方 你可以向一些赤情 和充滿童心的童書開刀 今次就是向文學巨像 來到都不放過 但我想提出的是 你可以審查 但問題 你有沒有客觀 和物怪的標準 剛才有漁會的朋友已經提過 其他的一些文學經典 只要有性愛描寫的話 包括 例如金瓶梅 查太來 《惠寧的情人》 甚至上次同學說 談論得最多 到底聖經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 聖經是最多性愛描寫 不單是性愛描寫 甚至大膽如亂倫 強姦 很多很暴力的都放在這裏 到底聖經需要不需要查檢 聖經是否二級不雅 聖經需要不需要閉價呢 所以 其實 這次兩個事件 亦都突顯出 有關的部門 在審查的制度上 那隻千瘡百孔 例如 《公共圖書館》 他們有一個 館床的發展會議 去評審一些毒物 但我們覺得 你這個館床的會議 裡面是什麼人 他就說 裡面有很多很年輕人的 有很資深的 就是圖書館管理員 等不等於你可以成為道德的掌門人 以及做道德的判官呢 而且圖書館 其實他只可以肩負一個最大的重任 就是提供多元的 和均衡的 所謂文化 和閱讀的資訊 而不是做道德的判官 而任審柱這次 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整個制度 都是很奇怪的 因為他強調的就是 自戰加入的制度 就是說那些最得閒 因為其實聽說 一天裡面 有九百多元 很多人都很願意做這些 拍摻 而另一方面 就是說 其實這個制度 有機會是 有很多的漏洞 令到一些 道德塔利班 可以去遺標 可以去壟斷 而最近 都有很多 一些記者 和傳媒朋友 都訪問很多不同的人 對今次任審處 決定的看法 而最有趣 我看到 就是道德塔利班 其中一位代表者 就是 明哥老師 就是蔡志森 居然說 因為他其實曾經做過 裁審員 他居然說 其實他們的制度 都是粗疏 和過市 就是說 當道德塔利班 都不幫你的時候 其實任審處 真的沒有什麼朋友 我真的覺得 所以在這裏 其實大學同盟 和一些性小眾的團體 真的要 在這裏 要東請有關部門 立即撤回閉架 和今次審查的決定 甚至應該要安排 跟不同的持續者 來到會面 詳細聆聽我們的訴求 亦都要承諾改善制度 就是加強透明度 和釋除公眾的疑慮 因為今天言論自由 屢租打壓 性空間越來越收窄 23條迫在未 像是今天 我們的底線已經退無可退 若無可讓 Thank you 好 多謝梁兆輝先生的發言 我們現在有請 領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教授 和學術治療學者聯盟的代表人 陳青橋教授發言 是 麻煩 前面幾位講的 都講得非常好 我都很贊成 特別 我今天帶兩張帽 代表自己 也代表學術界 也不單是文學界 或者是文學科 雖然我自己 其實是 我有三個學位 三個學位都是文學的 所以我覺得 都可能有少許資格講這件事 頁慧廉教授 就是香港著名的詩人 也是香港出身的學者 也是我的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 我也不知道他是上Facebook 但是非常之好 我覺得這件事 今次 在這個時候 是一個這樣的夏天 是書展 嚴嚴夏天 好像還有一些 香港這麼沉悶的生活當中 還有一些生氣 也有很多人去 雖然我自己 未必是覺得 書展這種模式 是唯一的 即是促進香港的文化 和閱讀風氣的一個方向 但是無論如何 都是一件非常好的活動 當我們香港社會 去到今時今的 所有的新聞 所有的壓力 是無處不在的時候 其實看到書展的活動 都令人非常鼓舞 無端端爆出一件這樣的事 我覺得是 觸動了香港社會的三條紅線 這三條紅線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都是關於自由的 是關於出版自由 關於言論自由 剛才鄧小華開始的時候 都提到這個為何和言論自由有關 第三也是關於創作自由 我們都知道 《基本法》第27條是保障我們的出版和言論自由 《基本法》第34條是保障我們的創作和學術自由 也都在那裡特別 我查了一下 特別列明是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 其他文化活動是什麼呢 我相信一定包括書展 去圖書館 或者平時去書局 或者大學或者社區的圖書館 借一些書回家看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健康 對香港年輕人 對香港市民大眾很有幫助的文化活動 這也是《基本法》裏面的保障 我們現在都拿著《基本法》 《基本法》第39條也有提到 《國際人權公約》裏面關於文化權利是適用於香港的 包括《別人權公約》的 acteriion 保障公約美國及《包括國籍案》 附贏案 wood tropic 但就是管制人權公約 這要有 farring案 EdEsร 我相信是在1994年發生大畏仗被列為不雅 接著香港當時的高等法院就駁回這個評級 至24年前我們在世界面前去丟架之後 我們以為香港社會會慢慢進步 一名二十四年出生的嬰兒都讀大學出來工作 還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覺得令人沮喪和憤怒的原因 就是我們不跟你講政治 我們不跟你講香港意識 我們希望我們的文化有一個延續 希望我們的文化生態文化的氣息有所提高 我們希望香港本位以中文為主要回體的閱讀世界 也能夠透過這類東西吸收全世界的文學文化方面的精華 《村上春樹》的小說翻譯成全世界很多種語言 中文只是其中一個 今次這個國安我相信是世界僅有的 其實不是《村上春樹》蒙秀 是香港人蒙秀 特別是香港關心文化的人 我們很多的搞創作 搞音樂 搞電影 搞文學 搞學術的人 都會出去世界各地去交流去做溝通 這件事令到我們不知怎麽樣在人面前抬頭說 我們香港怎麽會發生這件事 這些其實跟港獨和普選完全沒有關係 但為何香港24年都會淪落成這樣 而且是沒有跡象顯示 這件事是社會 特別是當局 你剛才陳議員自出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這些事情是很難搞的嗎 很難搞的一地兩檢 即是很複雜的嗎 當然是要落點功夫 政府這麽多人 我們的司法制度這麽有實力 我想不通為何搞不定這件事 這三條紅線 出版自由 言論自由 創作自由 以及學術自由 因為學術工作 都是剛才鄧小白說的 我們要評論 我們要學校去教當代的小算 或者教中國的四大金瓶梅 這樣教不可以嗎 如果有人拿去 這整個制度是不完善 是很千瘡百孔 我相信在香港這樣的一個社會 我們天天叫著 我們西九要有什麼故宮管 要搞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落實到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社會裏面 關係到全香港市民 青少年 學生 創作者 教育工作者 他們的日常文化的營養 他們的營養 他們的空氣的時候 我們要發生這樣的事 這些事如果我們不出來再出聲 我們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最後我想說 除了觸動這三條紅線之外 對我自己來說 我相信對很多香港人 特別關心文化的人來說 都會覺得 其實都跨越了三種底線 這種底線 就是關於我們香港人 現在還可以容忍的東西的底線 是容忍什麼呢 有三樣東西我真的容忍不住 在這件事上看出來 就是社會的無知 當局的無能 還有有一些當權者 在制度裏面 打著權柄的人 的無恥 我聽到有一個議員 不是你 還有他本身都是一個校董 出來說 好像都是一個任審員 是任審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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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說一些東西 令人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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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坐在我們大學的 考董會裏面 議員裏面 然後 我們的社會會會變成這樣 為何24年我們一丁點進步都沒有呢 我相信這些不是偶發的事件 我們要看看很多事情做了 或者沒有做 為何會這樣 我今天講到你了 感謝陳正喬教授的發言 我們現在會交給資深偉評人 和資深藝術研究者 張永拳博士發言 我是研究藝術 研究文學 研究 也是香港一個劇評人 剛才鄧小華引用葉維廉說過 他很傷心 我也很傷心 陳清喬說很沮喪很憤怒 我也很沮喪很憤怒 因為實際上這是一個完全違反基本的常識 基本的知識的一個決定 我想說 剛才鄧小華說 整個判決只有受害人才可以申請上訴 要求任審處去覆審 我覺得可能是哪些人來看呢 《時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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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直接的受害人 其實我會覺得 他們是沒有受害 沒有甚麼受害 因為實際上 剛才也講過 因為真正想去買這本書的人 他有沒有包交可能都不重要 甚至不知道會否有些人 但真正的受害人是整個香港的形象 是香港在整個世界 在整個關心文學的世界人口裡面的形象 這個從此是很大的損害 所以香港的整體才是一個真正的受害人 我就是因為不甘心香港這樣無端端地 給一個這麼愚昧的判決令到我們受害 所以我出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這是一個非常愚昧的一個裁決 可能他們認為一個任審處的朋友 他們負責去看的朋友 我覺得他們不一定是為了九百元的 他們可能是為了他們要希望幫社會做些事 他們憑他們的所謂常識去客觀地去看 但很明顯常識是需要有知識 需要有教養去做基礎的 不是說天生就有常識的 有些事不是靠所謂無教養的常識去判決的 你憑常識就無理由電車 在馬路上占了兩陸櫃行一個萬 你憑常識很多建築物就不應該還在樹 應該拆落來建樓給人住的 為何我們會有古物有價值的建築要保留呢 因為我們需要有教養需要有知識需要有學問 明白一個城市需要有那些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留在樹 我們的城市才有我們自己本身的質量 所以常識這兩個字不是橫行天下 完全沒有一個質疑的空間 所以我另一個背景也是一個老師 我在英文學院教了很多年的入文學科 我現在入文學科是主任的退學休 我經常都要關心香港的文學 香港的藝術教育 而是我們整個社會藝術教育 可能還是沒有進步過 或者做得很慢 起碼無盡無盡的那些人審柱的裁決者 沒有影響到他們 我們想起找到魯迅先生有一段文字 我想跟大家分享 魯迅說一見短袖子 見到女人穿短袖衣 見到女人穿短袖衣 立刻想到白臂薄整條白色雪白的手臂 立刻想到全裸體 立刻想到生殖器 立刻想到性交 立刻想到雜交 立刻想到私生子 立刻想到宣誓 一會兒說中國人的想像 遺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若盡 可能呢 會不會是任審柱的朋友 甚至是物財政主 這次的決定裏面 就令我想到他們同樣是 見到是若干和聖養官的苗寫 就立刻想到這本書 是一本寬容悔道的書 立刻想到這本書 所以说你对文学有兴趣的朋友 都会令你有淫邪的一个想法 即是说老顺这段文字出现在《仪耳习》 不记得一篇文章叫《小习团》 这是1928年出版 今次是2018年 即是90年后 我们的文学艺术的修阳 其实也不是有什么大的进步 所以今天我会觉得 我们跟大家去讲这件事 其实是一件抗拒愚昧的行动 我们是不会容忍很不甘心 香港在2018年 自称是什么国际城市的地方 是被这么愚昧的裁决 是所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影响我们的将来 好 谢谢张炳权博士的发言 现在你就是交给资深的艺术教育工作者 和艺术家杨朱卓先生发言 我是在香港出生 我在香港大 到今年我已经65岁了 我对香港这个地方很有感情 但是看了这几年 香港那种变化 你真的看得心都变化了 一些荒谬的事 一路陆续陆续地 过个礼拜发生 搞到家人在香港 我都真的面目全非 好了 最近穿上春雪这件事 就令我想起 几年前我大胃杖 又在书战那里 又被人说不雅 我是一个中学的士藝科老师 我将大胃杖这件艺术品 我在form 2的时候 全级都要读的 我每一年教了200个学生 去认识大胃杖 大胃杖这件作品 它的重要就等于 达文西的蒙娜丽莎 或者是北加索的Giornica 它的重要地位置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经典作品 但怎会被人说不雅呢 我已经在18年教过的里面 如果再乘一乘 一年200个 18年找搞3600个学生 去认识大胃杖 甚至有个学生 在暑假 即是毕业了 我碰到他 他说给我听 仰Sir 我去了意大利 看到大胃杖的真迹 哇 很感动 我还记得你当年 我们放租的时候 你跟我讲一下如何欣赏大胃杖的雕塑 我那次去了 真的在他面前 就只是很感动 一件很巍大的作品 香港就是有这么荒谬的出现 好好的一件艺术品 可以定为笔雅的 如果他觉得 即是他认为笔雅的话 我想教他 都要出来出声 要不然我们老师怎么教呢 我天天教着 form 2的学生 笔雅的东西 对吧 那怕家长投诉 我真的会炒得一会 所以你看到那种 苍谋性在哪里 好 我今天也打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我带入班房里面做教材的 叫做《语房的历史》 里面有百多幅艺术品 是每一幅都有露点的 还有它里面有很多年前的语房 如何去看这个艺术史上 去到今天现代这个社会 其中有六幅画 是讲圣母马尼亚 为耶稣吃奶的 在六幅里面 我选了一幅 圣母马尼亚的语房是露点的 耶稣的生殖器也都画出来的 如果根据淫审处的那种标准 你露那个生殖器 你要露点 耶稣的生殖器也都在这里 被人家画出来的 哇 这本还不是行书 这些还不是笔雅 还有 封面已经有两个语房在这里 是不是要封了它呢 是不是将这些书全部要包夹呢 我真的很想任省处做了它 然后看看宗教界的人怎么反应 然后看看香港社会今天 就是因为这本书的时候 大家如何一起讨论 所以我真的不太想 香港一直变得完全没有常识 没有常理的 连一些基本的艺术的一些经典作品 都可以定文不雅的 那我就真的不知怎样去 面对一个这样的香港 在这个时候 可能在1984这本小说里面 有一句说话 它说 无知即力量 那我想这一句说话 真是可以说到今天香港 这十年八载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这个 连连行动的就是 杨sir的 杨sir提议这一句说话 那我们就一起出来了 这个好吗 这个 好 好 一二三转 这一句说话其实就是1984里面的一个名言 就是他如果当一些当权者 他掌握了所有传播的权力 以及知识的流播 以及历史的权力的话 他就会令到我们变成无知 而他无知是变成了一种力量 就是我们反对的就是一种 只是意在控制 而不是意在启蒙的一种这样的权力的操作 我们觉得权力是应该令到知识可以流播 令到知识可以产生 而不是只是控制住我们 就是想我们向某一些方向去走 想我们去变成乖乖的人 我们应该是变成 启蒙了然后完整的人 有能力去认知世界的人 有能力去行动的人 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 我们觉得如果春上春雪刺杀骑士团长 都可以被判二级不雅的话 其实这些作品里面当然有圣经 圣经那么经典的作品我们是不敢遗留的 也有一系列就是《红楼梦》 很多作家都说过 《红楼梦》都很火辣的 也有很多我们觉得是严肃文学的作品 然后它有相当的文学的价值 如果《红楼梦》是被判二级不雅的话 这些作品其实都可能是有一个这样的危机的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就是那个情景是什么 就是说当其他地方的文学作品 包括你香港自己的文学作品 摆满了一间书店 但超过一半都包交 你就是说年轻人是不应该阅读这些作品 就是如果这些作品全部都好像 《红楼梦》都好像《红楼梦》判了二级不雅 其实你就是说年轻人不应该阅读这些作品 这样的话 其实你是对 你是一个极度反启蒙的一个这样的 就是极度反启蒙的一件事 然后它就是令到我们在国际极度蒙收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在年轻的时代 阅读这些作品 然后他们并没有变得怎样淫尺 反而他们可能是成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 艺术的爱好者 这个是历史正常的情况 那我想 好 大家拍完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开始一个问答的环节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所属媒体 不好意思 我想问多一件事 我想问马逢国先生的助理Carmen在吗 Carmen OK 好 Carmen不在 我唯有告诉马先生Carmen不在 所以我们已经在这里了 OK 所以 之前我们开始 请不介意 第一 第一 要不要用家机器 因为我们要用家机器 因为我们要用家机器 第二 请不介意 请不介意 你坐在摄像机器 当我们回答 如果您要用摄像机器 如果您要用摄像机器 -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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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該問誰就坐在這裏 -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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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 Billy - failing - 也許多 - 好的 - 已經 - 了 - 那所 - 所以想問 - 我就是 - 要 分別 來 - 可以 - 有 -層 - moved - 那 Ty 他 吊 - 吊 - 誤 因為那個人物負責很低 但是那邊有幾多人在職業的狀態 所以會主動走進去這個制度裡面 最後就是想問一下 如果我可以在立法會中 在這個雙經堂做了 其實那些雙經堂組合了 有十八年 但是現在三年都做了 就是有這個標 有什麼辦法去做 因為那些雙女分得很清楚 要將這個油產的行政功能 響著這場地去來 那大家先回答 我想那個進一步行動 那個首先我可能幫董先生 Clarify 那個是一個象徵式的說法 因為他成為書展年度作家 這件事不是香港政府給他 只是香港書展的一個邀請 亦都無所謂的癡奪 這個是他在記者會開始之前已經跟我說了 所以其實大家 這是一個羞恥的方法 他表示他多麼不開心 剛才說 進一步行動那裡 我們現在判決判斷就是 就是中一步行動 我都要知道判詞是什麼 就是他究竟他覺得是哪一步 哪一步不雅 就是如果我知道他是哪一步不雅的話 其實某些朋友已經跟我說 其實我們可以自己去成為受害人 就是只要我刊出那件事 或者我發佈那件事 我就再被人投訴 我就送檢 我就成為受害人 我就可以上訴了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必須要知道是哪一步 如果不是你連想自己做受害人 都可能會歪炮的 就是我們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很需要知道 究竟是怎樣判斷 然後就是 成為審查員 sorry 任審員這個 這個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在建議 那我也覺得是 的確是 就是歷來就是 如果大家 關心 這個 這個機制 因為這個機制 原來是可以令到我們香港 那麼羞恥的話 其實是需要 是 我覺得有更加多 有這方面知識的人 譬如 可能一些 家庭主婦 我們文學都有家庭主婦 文學都有退休人士 真的想想去做這件事 就是扭轉一個風氣 就是 真的關懷的話 有興趣有能力 就可以去做 那我也覺得是 就是關心文化的人士 應該可以考慮 就是去承知 可以自動主動去申請 成為審查員 對 就是這個我同意的 還有這麼多位 有環會 就是申請補充 會不會 他有限制 他現在是三年一個限期 就是要完結了季度 才可以再apply 還有他apply 不是你apply就可以做 他還要電腦抽籤 抽籤 OK 是可以再抽的 所以 就是可以apply 但是 要等任期 現在的任期完結 我們就覺得 我們就覺得 其實制度本身很有問題 因為它有自然的方法 其實當中那個門檻 其實經常有門檻 對 剛才我們都提過 就算上升門檻也有 有智升去back up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我們都要挑戰 制度本身就會有問題 還有應該 如果有一個新的制度 存在同學 用來考慮 好像去找陪審團 給他一個比較科學的機制 就是全黨是隨機抽籤 我覺得這樣一個制度 現在可以自戰 敲門進去做 審員 是來得科學的 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因為機制本身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 不是說 任何的 剛才我舉例子 就是說 有些東西是需要知識的 你現在審的 是文學製品 應該說是文學界的人 至少不是全部審都好 應該佔一個很大的比例的意見 剛才我講過 你去問 電車在街上走 其實很左頭的 建築物在這裏 舊建築 又不炒它 要蓋高樓 香港都說不給地方蓋樓 但你要有知識 有歷史 有了解 才知道它是否值得保留 這就不可以靠所謂 這樣水平的常識的決定 所以我覺得 淫審處這樣的制度 本身 是有一個改進的餘地 而不是說我們去 自動去進去做 如果數以千計的人 我們找多少人進去 而不是說鬥霸位 這件事本身是有問題的嗎 我回應幾句 因為其實大家之前討論的問題 在當年的諮詢 都討論過 究竟是用審裁員的制度 還是用陪審員的制度 當然陪審員的制度 就有機會 那些人不肯做 抽到 又或者每次要教育他們 但其實審裁員的制度 只不過是給個beaving 就是你選了這幫審裁員之後 抽到你出來就給個beaving 其實商經局在2015年 其實政府已經做了所謂修訂法例的建議 當然那些修訂 都未必能夠直接對應到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 那些修訂包括 將Pool去擴大 由500個 擴大到1500個 審裁員人數最少由2人加到4人 就是好自可以 就是寬一些 希望出現偏見的機會 會小一些 但是到今天 商經局都沒有去寫 去草擬法例 起碼還沒拿出來給大家看 我想我們回去議會都會 通過質詢 以及在事務委員會都會入信 去叫 盡快去處理 除了上次的諮詢文件 所以已經通過盟行政會議要修改的法例之外 針對現在我們面對的情況 究竟有什麼進一步的對策 是 是 東方 我想問 這裡說 曾經試過聯邦 馬門國和陳審處 秋桑 我想知道多少少少 中間的細節 例如你們是 何時去找他的 和馬門國的態度 在應時上又是怎樣的 還有剛才問到 下部行動 那時候是說 要知道個判詞 才知道下部行動 但是其實入訊 他現在都沒有回應 那如果 他一直都是回應 一直都不知道 那個判詞 那你們會怎樣做 是不是很大 他是不是沒有必要 一定要回應 你這個 就是說 他說什麼 知道哪一部分才是違規 我想 馬逢國先生 我們是上個星期沒有聯絡的 那他 都 有直接通過話的 就是 電話彈兩轉就找到 不用抱花時間的 那今天 他說 今天要看醫生 所以不能來 那他助理Carmen會出席 那Carmen 不知道為什麼不在 可能剛才走開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整體來說 就是 他是說 會向淫審處取得 這個判決的理據 是的 他會跟進這部分 所以我都 就是 就是 怎麼說 得到多助 就是 就是希望 上帝像他的力量 希望他拿到 因為我們其實都 其實很多傳媒朋友 一直夾著 就是我們同事都 被人當人球 踢了很多次 任審處是 因為他法例上 沒有要求他 一定要提供這個標準 但是他是應該有標準的 就是他是有一個 應該有一個判詞 但是他不一定要提供 他不一定要提供給公眾 是的 他要提供給受害人 那受害人 就是 剛才我們討論過受害人的問題 那 就進一步那個 我們希望 就是看一下這一段 的時候 可不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正所謂王子華 所說的面癡不雅 那究竟可不可以用這個 面癡不雅 我們用一個常識的力量 可以推翻 就是推到他去做回 給一個合理的要求 這樣 給一個合理的回應 這個我們其實想試一件事 因為其實今天請出來 其實都是各個界別的 老行專 就是我們全部都從事 創作評論和教育的工作 其實看到這件事 其實是違反了我們香港的常識 那我看看任審處可不可以做一些交代 是的 就是他已經有一個 法例沒有規定他需要交代 但是現在公眾是有一個要求 是需要他平息的 我覺得 如果不是我們之後怎麼做呢 是不是所有學報都包了膠呢 就是大學學報 因為討論村上春樹的性情節 或者是假平蛙的性情節 或者是莫言 我們中國的諾貝爾雀文學長得主 他的性情節 全部因為討論這些 我們就要包交呢 那譬如我覺得 任審處是應該要有人去做一個回應的 他們是一個司法機構 其實這樣是動搖著香港市民對法治的信心 是的 我們台灣公眾會參與聯署 因為有看到名單是停車的 他是不是提示得到這個 就是那個立場的 請問你是 我相信沒有 他是 我沒有跟他討論他不同意這個聯署 他知道有這個聯署 他知道有這個聯署 但他有沒有簽過 沒有跟他仔細談 我便說現在這是一個出版界的事件 是出版界的事件 現在書店應該怎樣做 以後我們文學討論是怎樣做 學報怎樣做 雜誌怎樣做 傳媒怎樣做 這個是出版的事件 這件事其實是影響商貿的 你想想 我的書來到你以後 來到你香港 我有聖情節 我先主動送檢 然後使用送檢 然後是沒有18歲以下的市場 是影響GDP的 Come on 所以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它是需要 它亦都理解我這個論據 所以它是會去跟進 它覺得拿到 就是希望它可以拿到 上帝保佑它拿到那個判詞 我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的法例可能會要求人家 去交黨 但是你想一下 大家坐下想一下 這個正正是那個制度 包括法例有問題的一件事 我們現在說的全部是公開項目 這個制度 無關任何的私隱 為什麼它那個判例 是不需要任何公眾交代的 這個本身 所以剛才的那個記者就是說 這個制度本身是千瘡百孔 而且是千瘡百孔了20多年 我們現在才知道 原來已經修正了 不知道這個政府在做甚麼 還有一件事我不太知道 知識上我不太知道 好了 究竟一個任審員有沒有被要求 如果他是送檢這一本書的話 他要由第一頁去看完 他只是看姓那部分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這不是正正是張兵權剛才說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牽涉到那個作品的性質的問題 我們之前說的大跪像 因為大跪像是一個visual art 是一個實物 你一眼可能兩秒已經看了這件事 我們說文字 還在說小說想像的文字 他是透過文字給你一個故事一個世界 那你不看完它 你怎麼可以做判斷 你這樣沒有資格做 我只會選那幾行給你 這樣都可以 這樣都會接受的 就是有沒有讀過書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誇張的事 剛才說是愚昧你人憤怒的意思 你平一本書是不是好書 壞書是不是不雅還是雅的書 你不是看那幾頁的嘛 由頭到尾 全貌的嘛 你怎麼可以這樣 剛才講的 剛才講的全部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雅書來的 《聖經》 《紅龍夢》 全部都是來的 你看賈瑞和那個那個那個 和王希鳳那些欠端 我幻想的 我這裡補充一點點 其實在之前《中大學三部》的判例裏面 他都有說說有兩樣東西 就是整體上的顯著效果 究竟那個不雅部分 在整個作品裏面有多顯著的效果呢 大家多看這七百頁裏面 三十頁裏面 真是很豐富的東西 其實是很少的 孫上春樹也是一個 進入中年的作家 其實那個能力是降低過 不是挪威的森林那種 那麼誇張 大家如果是讀者就問我說什麼 然後他也有說 是否具有真正的目的 他是不是寫來 就是煽動你的感官反應 讓你去做一個感官的發洩呢 其實未必的 這個結論這個判斷 是否是甚麼目的呢 你看不完全本 沒錯 沒錯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 當年《中大學三部》的判詞上面 有個這樣的要求 這個是你不想指引 是指引 但是他指引之後 他自己是沒有要求你看完 所以他自己是self contradict 是嗎 就是self contradict 然後你又公佈你的理由是什麼 整件事就是 那個制度本身就是 不單止 已經倒退了 也沒有進步 不進則退 大家都知道 24年都沒有進步 還有 我們去了什麼萬方世界呢 我嘗試 如果 我嘗試 在文學的角度再講深一點 就是說 因為文學 是不像史國藝術 或者是電影 有點就是點 譬如文學講語房 語房 語房是一個色情的語房 還是母親的語房 還是一個醫學的語房 是不定的 大家說語房這個字 是不是很露骨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有人說覺得很露骨是色情 有人說其實是一個醫學名詞 或者有人想起沒有愛 其實那個文字的想像空間是大很多 他要判為不雅 其實是真的 一定會出現雙重標準的問題 譬如說 你覺得什麼是火辣 你怎樣為之露骨 怎樣為之不雅 有些人覺得 哇 那個性行為妙寫成這樣 真的很雅 一定會有很多這些爭拗 所以其實歷來 判文學作品為不雅 除非是自動送審那些 如果不是 其實例子是比較少 就是會有這些 會引來軒然大波的爭議 大家都會說 我其實 金瓶梅真是很厲害的 是不是 但是金瓶梅當年送了檢 他都不肯送審 是不是 就是 已經有人投訴過金瓶梅 但是 任審處就沒有拿去送 影視處就沒有拿去送檢 就是個案子不成立 所以他就不需要被評級 其實今時今日的話 村上春樹 為什麼會被人送去評級呢 在哪個環節有問題 哪裡沒有常識呢 我們都很希望傳媒朋友 幫我們找到這個關節在哪裡 嗨,我從RTHK 我不知道 Ms. Tang 可以提到一個問題嗎 可能Steven和How 和Iran 我們知道有性行情 在英國內 而 你認為為何 你覺得 這是一個方法 包括 社會自由 和自由言論 陳先生 好嗎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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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急 we are going to you know look at the details of of those paragraphs i don't know if that would be appropriate because it's been classified as uh as indec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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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course uh article uh basic law article 37 it is uh als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ademic freedom right now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although the person producing this uh work is not in hong kong it's not a hong kong person but um matters like it actually uh concerns other uh writers as well as readers that are present you know you know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academics teachers who are using all these works including all of these that we put on the table uh and talk about them with our students and parents talking about them you know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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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groups you know at the school and so forth right so you see items it becomes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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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infringement and breaking the the red line that is touching um the those particular works pertaining to teaching discussion uh research and so on right and and so uh and therefore uh it our this whole discussion um this afternoon here is to to say whether the system that that is working to classify these words uh uh have any have have problem and we think that they have serious problem uh all because uh the lesson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have not uh seem to uh uh bring people to uh bring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to an up to up to up to up up to date and up to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um you know uh protection of our or at least maintaining a balance between all this kind of freedom and you know so called um decency and indecency so the system itself has to be thoroughly reviewed in order that we can maintain that very delicate important balance do you think this is a case of white terror as you mentioned like teaching uh greeting groups or students parents whatever they feel unease if they go on and read well god knows what will happen as as you can see from uh the the banner that we showed just now uh ignorance is what ignorance is power right in in 1984 right uh and we are i think hong kong is moving that direction unfortunately if we don't stand up on every single cases like this well i don't know okay i have no proof that this is this is uh happening in the way that it does but something as as stupid as this and making all of us an international laughing store outside of hong kong you have no impact on the author at all or even on the publisher but it is damaging hong kong's image and uh affecting hong kong writers readers and in that sense i don't know what kind of terror that is uh we don't have a term for that there probably yep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uh 這本書 英國的早前的政治立場 就是有作品接觸了 所以有些人註冊 就是令到他的小書 因為他真的會不停 現在我們不知道 究竟拿這本書去人口處 你剛才也說過 其實以前的書 拿去都不合讀 影視了不合讀 會後會不會 其實有機會在這些政治立場上呢? 正正因為其實大家有這樣的疑慮 為免國際社會去炒作這個議題 我覺得特區政府更加應該 是將整個過程 由投訴到審裁 決定整個過程的長長細細 去交代給香港人 給國際社會知道 也都盡快將他重檢 撤銷這個禁令就是最簡單的做法 我覺得外地去… 我們香港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外地去懷疑 你不能夠說他反政治化的 因為香港人都不知道 那如果你不是的 我們也希望不是的 那你就更加應該很詳細地去交代整個內容去 我想我可以補充一點 其實大家想像那件事就是 他可以 所謂阻嚇到作家嗎? 其實不會 他不會 賣少了 立刻 香港市場 香港市場 但是香港就是我們以為是全世界最開放自由的地方 我們是見關西面的 不喜歡評級的 所以這一個其實是真的由頭到尾 其實誰輸就是香港輸 其實你說阻嚇到村上春雪寫成城市 我想上場是不會的 就算是出版式 也不會因為這樣有書欠了 你投書本幣買不到 可能更多人買 這不是一個盈利上的損害 是阻嚇不到他們 完全是對於我們香港一個無端端的保育 還有我補充一點 當然禁書一定是最強消的 第二個就是 村上春雪其實是中學生的閱讀列裡面的作家 就是你不給18歲以下的人看 但是這個作家 其實他是中學生讀物 那個中學生讀物是在學校他們會推薦村上春雪 那些中學生的那些很想綁換推薦村上春雪 但是你就說這些書不可以給18歲以下的人看 那其實政府他們之間是不是都 譬如你教育部怎麽算 你見到有學校推薦村上春雪 不行 你18歲以下不可以看 就是他會有 本身這個判決就是會導致有很多矛盾出現 正正可能因為有一些極端保守的人士 正正因為你說的原因 他就看這件事情 但好了 那個問題就是說 香港社會的整體 包括當局 是不是? 他是管理著香港的社會 要推動香港的文化 什麽什麽 那你見到這樣的狀況之後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那件事不會 而不是說 即是 即是 不關我的事 即是這個 將現在流行的 將那些事情變成是 即是是司法系統的運作 真是很為牙視聽 一個政府居然是會 是營養這件事發生 將一個 國際知名的文學巨章 竟然受中學生這麽大歡迎的 作家去玩這些事情 都不知道其實是為了什麽 我不覺得他有特別的目的 但是他的制度就是令這些事情發生 是不是? 即是 你要搞一地兩劑 我知道你會做什麽 但是這個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你想怎麽 無端端 是 無端端 剛才張生用無端端 你想怎麽 其實 很好 是不是? 即是我想問政會 你想怎麽呢? 其實你想怎麽呢? 好 再沒問題 是的 我們經常說話 再說一條問題 是的 最後 OK 謝謝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握手 好